已经知道圆跟直线相交于两点 所以呢它就是相割 所以呢长这样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圆就一定要有圆心跟半径 这是必备的 所以我们来看 圆心呢就是一二 半径呢是更好十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它说要求K的范围 上一题有说过 圆心到直线的距离 等于半径叫做相切 距离如果小于半径叫相割 距离如果大于半径叫相离 那我既然要相交于两点就代表我是相割 所以我只需要找出我的距离跟我的半径满足 这个不等是 来距离 分母 x 的细数的细数平方 加上y 加上y 的细数平方 分支 直线超上来 加上绝对值 关号带什么 带点啊 是圆心到直线 所以带1 2 来整理一下 这里就是根号十 这里呢是1加k 好 那我的半径呢是根号十 所以我的距离要小于半径根号十 那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式子 1加k 的绝对值呢 要小于10 所以去掉绝对值 1加k呢就介于10跟负10之间 k 就介于9到负11之间